我們做完啟動錶單就可以直接Walk 將來的話,人家打電話進來 你要什麼東西,然後按確定之後 下一筆就清除,換下一個 如果你不清楚的話,也可以繼續輸入 其實這樣也蠻流暢的 它還可以更流暢一些些,按清楚 一筆一筆 這個是前端介面 這個是後端的資料庫 其實這個做法就有點像把eSale當資料庫用 eSale檔案就是一個資料庫 eSale的工作表就是資料表 eSale的這個一筆就是一筆RAC,一筆記錄 上面就是欄位 這個觀念完全跟資料庫一模一樣 沒什麼差別 以往會比較大的問題是 2003以前的格式,Ctrl向下 Ctrl向下它大概65536 就是6萬多筆 可是eSale2007以後的 它可以到100多萬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如果拿它來當個什麼 進銷存系統 或者中小型的資料 100多萬筆應該戳戳有餘了 OK 而且如果你還會把資料清空 那更不用擔心了 最大可以放100多萬筆 所以應該暫時夠用了 那如果你要給別人的時候的話 有幾個重要的事情要注意 就是說 當然盡量 你想說老師 可是我給人家 我希望它一跳起來就不要看 因為有些人很無聊 就會直接在這邊輸入 我希望它一開啟檔案 自動就怎麼樣 就跳表單 而且表單我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不要遮住 不要讓它看到後面的 反正越避免錯誤 它如果有錯誤的話 就不會找你麻煩 所以我要 第一個,要怎麼樣不要按啟動 它是一啟動工作部 自動就開表單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很簡單 觀念就是事件 什麼事件呢? 工作部被open的時候 就把表單叫出來 對,所以那個事件在哪裡 你觀念清楚你就找得到 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那特別注意呢 我這個是 因為我好幾個表 OK,我是這一個 特別注意哦 在你的專案上方 你可以看到 它有分成 工作部跟工作表 有沒有 在物件裡面 下面這些都是工作表 上面這邊有個叫工作部 也就是說呢 你只要 假如你今天希望針對你的工作部 這邊一定會有個叫 List Workbook 指雷就是這個意思的檔案 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哦 它會出現什麼呢? 我這邊先刪除 點兩下之後的話 它會出現 Wordbook Wordbook指的是意思的檔案 它被怎麼樣呢? 被open的時候 做什麼呢? home 點秀 就好了 也就是說 如果你home點秀之後的話 把它關閉 關閉 檔案關起來之後的話 你把它重開有沒有? 那下一次呢 你會發現我把它save好了 我把它存在桌面上 另存一下 存在桌面上好了 OK 然後因為剛好 OK 問題 好 那如果說把它關閉之後 下次開起來的時候 我們試一下 我放桌面上這個檔 然後呢 開起來之後的話 這個 啟動內容 自動就開起來了 有沒有 不過還是要啟動一段內容 因為它這個裡面有VBA 第一個 如何讓你一啟動就直接有沒有 記得哦 在liswoodbook點兩下 home點秀 第一個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 要給別人檔案 那你擔心說 它會看到你裡面程式怎麼寫的對不對? 包含什麼 剛剛你那個表單裡面寫的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表單 還有你的程式 程式裡面比如說模組 對不對? 裡面可能你有寫一些東西 那如果說你給別人檔案的時候 你希望 別人看不到內容 就是 程式有沒有 保護起來的話 第二個 如何保護你的VBA 很簡單嘛 這個 按右鍵 VBA的project屬性 你只要保護的地方 打勾輸入密碼 輸入密碼 按一個確定 再把它關起來 儲存 OK哦 試一下 打開對不對 去跳出來 這個不用啟動了 那如果你把它關 有人想說 偷看一下你的程式怎麼寫 因為你這個好像蠻好用的 我想要知道一下你怎麼寫 他一定會 當然一般人不知道 因為他連標籤 開發的人都不知道怎麼開 對不對 我看應該八九成的人都不知道 對不對? 可是總會有一些高手 或者說他也有來上過我的課的 他應該就知道了 那 按VBA的時候 這時候他就打開 密碼 有沒有 那密碼只有我知道 輸入上去 這樣子才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 打開就有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哦 不過有個問題啊 你不要說你打了密碼 你自己都忘記了 如果你連你自己的密碼都忘記的話 也沒有人可以打得開了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他 基本上當然就已經沒辦法了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保護這些 看一下不然就是說 你在保護之前 如果你沒把握 你可以把模組裡面的東西 先把它 複製起來 那你 你想說 那這個怎麼備份 其實很簡單嘛 你把它當文字檔備份可不可以啊 丟到雲端上也可以啊 就像我 我發雲端上面那些文字檔 複製貼上也可以用啊 你可以把它備份起來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就是 啟動的方法 不是只有按按鈕 你可以在This Workbook裡面 就可以了 第二個是 如何保護你的VBA 這邊可以這樣做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資料庫的部分 資料庫部分的話 因為你可以把Isio當資料庫來用 但是 還是還是不夠 因為 也許會有一些 比如說共用的 大家共用的那個部分 要一起處理 所以呢 你可能 今天的資料 你要全部都把它存在哪裡呢 存在資料庫裡面的話 那第一個 當然我們要先 解決問題就是說 如何產生資料庫 Excel怎麼快速把它變成資料庫 第二個是說資料庫建立之後的話 我要怎麼樣把資料 輸出到資料庫 那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試一下就是剛剛 那個工作部那個地方 谢谢大家